啊 我有话要说 你别听我 你别听我说 听我的听我的 对的 您有意见要发表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大家谈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 在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 我们又再一次邀请 来自国税局的 这个华裔的工作人员 负责人就是王一柳 参加我们的节目 要继续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要想办法 跟国税局跟IRS做好朋友 那么当然要知己知彼了 我们就好像知己知彼 应该用到了 是对敌人身上了 不过呢 IRS不管怎么讲 多多少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 点点滴滴里边 我们都少不了他 而且呢 他的确也在这里 设计了许多辩明的 为我们为这个美国民众 所设想的一些计划 那么不停的在更新 不停的在推出 就是希望呢 在这里能够服务 我们的民众 所以呢 在今天我们就请 王一柳再度的参加 我们的节目 为大家带来 在美国国税局IRS方面 对你我会息息相关的 重要讯息 也欢迎朋友们 也快收听 来接着我们来 欢迎王一柳参加 哈喽王一柳 一柳你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一次的 到德州中文台的 节目当中啊 其实和一柳啊 我们在过去几次的 节目访问里边呢 朋友们都晓得 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 每一次王一柳 都带给大家 是非常实用的 那不论你是个人 是属于家庭 还是你是business 你是这个企业啊 你都可以在 王一柳所提供的 资讯当中呢 对你会有所帮助啊 让你在报税的时候 再申请 甚至于你申请减免 申请这个补贴 那么这些都会在 节目当中 王一柳会细细的分析 所以希望朋友们 不要错过 那么今天的话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了 最后一个月 希望呢 我们在这个月结束之后 今年我们是画下一个圆满的 一个圆 没有任何的 不要有太多的 太多的损失 那么明年又会是怎么样呢 在国税局方面 大家都想知道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会不会像 这个 推特的新老板一样 马斯克来个新官上任 不止三把火 一把一把的往下烧 所以我们听听看 今天我们要关心一下 明年会是怎么样的改变 朋友们 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及早做好准备 明年才不会 这个手忙脚乱 所以王一柳啊 来谈谈看吧 明年国税局 你我的大老板 你的老板 也是我们的老板 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 新的要求要推出呢 我们可以及早做好准备 好的主持人 是的 是有几个变化 首先呢 第一个变化是 用来报告支付卡 和第三方网络交易的 1099k表格呢 这个表格的报告规则 发生了变化 2022年之前呢 只有当年度交易总数 超过200笔交易 并且这些交易的总额 超过2万美元的时候呢 才会发放1099k表格 那么2022纳税年度呢 降低了报告门槛 现在超过600美元的单笔交易 就会发放1099k表格 也就是说呢 如果纳税人收到超过600美元的 商品和服务的第三方付款 那么就会在明年1月31号之前 收到1099k表格 请您注意 收入的应税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改变的只是报告规则 那么通过第三方支付网络 从朋友和亲戚那里收到的 作为个人礼物 或者是个人开支报销的款项呢 是不征税的 再来第二个变化是 2023年的退税额 可能会减少 这是因为纳税人 不会在2023年的退税中 收到额外的经济影响补助金 还有一些税收减免 税收击免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这包括子女税优惠 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EITC 还有儿童与被抚养人 看护费用优惠 另外呢 2022年采取标准扣除的纳税人呢 将无法超额扣除他们的慈善捐赠 相反的 一些纳税人可能有资格 获得扩大的保费税额 抵免优惠 另外呢 有的纳税人可能有资格 根据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来获得洁净能源汽车 抵免优惠 在这里呢 还要提醒想在明年 尽可能早的获得退税的民众 您不要寄希望 在某个特定的日期之前 收到退税 尤其是当您需要大宗采购 或者是付账单的时候 这是因为 一些税表可能需要额外的审查 花费更长的时间 此外呢 有申请低收入 家庭福利优惠 EITC和附加子女税优惠的民众呢 您的退税 按照法律规定 不会在2月中旬之前法放 国税局会暂留整笔退税 从而给国税局时间来监测和防范欺诈 好的主持人 好 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呢 马上就知道了 在明年 2023年 IRS有一些新的变化 但事实上呢 就像刚才一流讲的 这些变化 只是一个 跟它的本质 原来的要求 这一个正的 它的原来的要求的变化 不是 而是在可能就是说 在时间方面 在申报的时间方面 在这一个 period方面呢 有一些调整 那么明年的话 转眼之间 我们就到了 很快的 我们又要迎接到 明年2023年 4月15号以前 这个是 income tax的dateline 要在这之前 报税 所以在今年 再等个两个星期 今年画下据点之后 也要回头整理一下 今年的税 今年的这一些收入啊 花费啦 要如何报销啊 要怎么样子准备呢 所以在明年来讲 要到的报税季节 那么伸斗小民 你你我我 我们大伙 不能够说 每一个人都是呢 我们听众 还是有不少 大老板们 我们就说 普遍的大众 我们一般民众 在明年报税 明年的这个 报税季节的话 有没有特别的地方 我们可以现在 先准备的呢 一流谈一谈吧 好的主持人 首先呢 您应该收集 准备好您的税务记录 只有当您收集 齐全了所有的文件之后呢 才能够提交一份准确 而且完整的税表 从而避免 由于税表出错 而造成的延误 那么在一月份之前呢 您应该确认 所有的雇主 银行 还有其他付款人 有您当前的邮寄地址 和电子邮件 从而确保您能收到 年终的财务报表 通常的话 年终报表会在 一月中下旬开始 通过邮寄方式送达 或者是在线提供 您应该仔细地审查 每份您收入报表的准确性 联系发放人 来进行必要的更正 那么您在收集 整理税务记录时候 请注意 大多数收入 都属于应税所得 所以您应该准备好 各种收入的文档 比如说 从雇主那里收到的W2 来自银行 还有其他支付方的1099表格 虚拟货币交易记录 失业补助金等 特定的政府补助的记录 零工经济收入 还有其他各种收入的文件 您还应该准备好收据 以对线的支票 和其他文件 来佐证您税表中 涉及到的扣除和级免额 还有就是财产记录 如果您有处置 或者是出售财产的相关记录 这是用来计算收益或者损失的 此外还有上一年的税表 来自国税局的信函和通知 如果您要申明保费 税务几免的话呢 还要准备好健康保险 相关的表格和文件 如果您有进行慈善捐赠 希望在报税的时候 申请相关的减免呢 您也请您收集好记录 通常对于现金捐款来说 您应该在报税前 获得慈善机构的确认函 保留已经兑现的支票 或者是信用卡收据 如果您是财务捐赠呢 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需要提交8283表格 来获得合格的估价 另外呢 拥有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ITEM的纳税人 您应该确保这个号码 在明年报税的时候 不会过期 如果已经过期了 那么您现在应该马上 递交一份W7表格 来更新您的ITEM号码 否则可能会造成退税延迟 并且可能无法符合某些 税收级免的资格 另外呢 您应该查看 是否需要为2023年 调整预扣税金额 有些人的生活 在今年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结婚 离婚 新生儿的出生 或者是您从事了第二份工作 那么国税局官网上的 预扣税估算器工具呢 Tax withholding estimator 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您确定 您是否需要调整 从工资中预扣的税额 如果您需要调整的话 您还应该提交一份新的 W4表格交给您的雇主 另外您需要考虑 您今年收入的变化呢 是否需要在新的一年来缴纳预估税 如果您有收到大量的 非工资性的收入 比如说自营职业的收入 投资收入 应税社会保障福利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 退休金和年金收入 您应该按季度缴纳预估税 Estimated tax 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 预估税付款呢 将在明年的1月17号到期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最后呢 如果您有改名字的话 或者是您家里的被抚养人 Dependent的名字有改变 您应该通知的是社会安全局 如果您搬家了 有地址变更呢 您应该通知USPS 还有就是通知您的雇主 银行以及任何会给您 发送于报税相关文件的人 最后就是填写表格8822 来通知国税局 好的主持人 好 那么在这里啊 我倒是想请一流很快的谈一下 因为刚才你提到了捐赠啊 这个donate 那么通常来讲 有时候我们 到这个 不论是庙宇 或者是教堂 那么还有一些呢 可能就是在我们桥社啊 或者是这个 有这个 捐赠 这个donate 给贫困的 这些家庭 或者是帮助这些儿童 那么这一些 如果朋友们没有拿到收据 因为捐过去了 根本就没想到 做善事嘛 这个 就不想到要回报 所以也就忘了 也就没真的去拿这个收据 这种情形下是否还是可以申报 如果没有收据的话 如果您没有收据的话 因为大家现在 很多就是捐赠的时候 您不论是用支票 或者是信用卡 您可以查询一下自己 自己的银行的记录 如果银行流水的话 您在哪一个时间点 进行了捐赠 如果您只要有那个 transaction的记录的话 这都是可以印证的 您不用说实际拿到 那个纸质的一张收据 如果您有确实进行宣赠 并且可以通过各种方法 来佐证的话 都是可以的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谈到了 既然我们再谈到报税 我们就来看一下 报税的话 我们可以在 这个 我们一般的市场上面 我们可以买到 Turbo Tax 这个软体 然后呢 或者呢 我们就拿回来 自己来报了 那么但是呢 在RS方面 国税局方面 既然要辩民 要为民着想的话 有没有一些 RS自己提供的 这种报税工具 第一个呢 是来自官方 绝对正确 第二个呢 我们就不用再 花钱去买了 有没有这样子的安排呢 有的主持人 国税局提供这类的 免费资源很多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国税局免费报税 它的名字叫做 Free File 这个选项呢 仅在国税局官网上提供 所以说您需要去到 RS.GUV 写杠Free File 来找到这个工具 它适用于调整后 总收入不超过 7万3千美元的民众 那么在美国领先的 品牌税务软件公司 就跟国税局合作 来提供免费的 这些报税产品 供大家使用 其中一些产品 还提供免费的 周所得税的申报 那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您就需要登陆R.GUV 斜杠Free File 这个页面 来选择一款适合您的产品 然后点击供应商 网站的链接 就可以开始报税了 再来给大家介绍的 还有一个是 国税局免费报税服务项目 叫做VITA VITA 还有一个是 老年人税务辅导项目 TCE 这两个项目呢 都可以免费帮助 符合条件的民众 来填写基本的税表 VITA项目呢 服务对象包括 年收入不超过 58,000美元的纳税人 残账人士 还有英语水平有限的纳税人 在VITA的服务站典里呢 会有经过国税局 认证的志愿者 来为您提供免费的 一对一的服务 那么TCE项目呢 主要是为年满60岁的纳税人 提供免费的税务协助 同时还可以专门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金 还有退休相关的问题 再来给大家介绍两个项目 一个是纳税人协助中心 TAC Tech 这个中心呢 同样可以为大家提供面对面的帮助 还有一个是低收入纳税者服务处 LITC 这个项目的服务对象呢 是低收入或者是英语非母语的纳税人 这个LITC 收入纳税者服务处呢 它是接受国税局的拨款 但是它是独立作业的 它可以在国税局和法庭的面前 来代表纳税人 为纳税人发声维权 服务对象呢 是收入一般处于 或者是低于联邦贫困县的 250% 并且正在向国税局 寻求税务问题解决的纳税人 比如说审计 上诉 还有征税的纠纷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刚刚提到了 国税局有很多免费的资源 其中很多有用的呢 都在国税局的网站上 很多有用的工具 国税局的网站 R.JUV呢 应该说是您获取准确的税务信息的 首要和主要的资源了 上面很多关键的税务信息 都有翻译成中文 所以可以方便大家来阅读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几个好用的工具呢 一个是您可以点击 主页所下角的 有一个help的选项 点击这个选项呢 去到一个让我们来帮助您的页面 Let us help you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有包含 针对各种各样的主题的 信息和资源的链接 还有就是一个工具 是在线账户 Online account 在主页上您可以看到一个 Sign in to your account 这个选项 那么如果您开设一个 在线账户呢 就可以安全地访问 您的个人税务信息 包括税务成本 付款历史 上一年的调整后总收入 还有您的授权书的信息 再来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是 交互式税务助手 ITA Interactive Tax Assistant 这个ITA工具呢 是一个可以回答 许多税务问题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您确定 您的某种类型的收入 是否需要纳税 您申请某些级免 或扣除的资格 它还提供一些问题的 一般问题的答案 比如说报税要求 报税身份 或者是申报 被抚养人的资格 最后一个就是 再介绍一下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的退税在哪里工具 Where is my refund 那么这个您可以查看 帮您查看您的退税状态 一般来说 在国税局 收到电子税表 后的24小时内 您就可以在线查询 您的退税状态 如果是纸质税表化的 纸质税表的话 游记之后可能需要四个星期才能显示 这个工具呢 每24小时更新一次 通常是在夜间 所以说您每天只需要查询一次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国税局还真的 我们还讲 应该这样子说 还真的不错 还真的为大家做了许多的 辩明的这一些安排 我们在现在 在两个礼拜 我们就是Merry Christmas 然后就迎接Happy New Year了 在现在不少的朋友们 可能从 我们应该是好多的人 从Halloween之后 甚至于在Halloween开始 就摩拳擦掌的 在我们的网路上 在各个商店当中 去看 去锁定 有什么目标 是有实用 价钱又好 或者给自己 或者是送亲友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呢 大家的账单 应该是相当的丰富 相当的可观的 那么在这些买 购买这些礼品 购买这些东西 不论是送给自己 还是送给你的家人 你的工作的伙伴 你的亲友 那么在这一些 Halliday的 shopping方面的话 我想在IRS方面 也会有一些关注 Halliday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以顾客 consumer来讲 这个荷包出去的多 那么各个商家呢 荷包的入账的多 但是我们出去了以后 再想想很快的 年底过了 明年就要开始报税了 那在花钱的时候 会不会先想一下 你这个钱花下去 你这些礼物买了以后 你这些东西买了以后 跟你明年报税 会不会有影响 有没有一些关联 IRS国税局 有没有在这一方面 也为大家提供一些 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提醒呢 那么 一流 这一方面有没有 IRS过不过Halliday 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提醒 有的主持人 每年这个时候 正如您说的 大家会由浏览 各大购物网站呢 为亲朋好友 进行挑选礼物 这个时候 如果您不小心的话 就很有可能 让身份盗贼 算了空子 来窃取您的个人 和财务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 就可能被拿来 提交一份欺诈性的税表 来骗取退税 因此在这里 给大家提供一些 网上购物的安全提示 首先呢 您应该在网址 以https开头的网站购物 这个S呢 代表的就是安全通信 并且您在浏览器窗口中呢 可以寻找这个 一个挂锁的图标 另外呢 您不要在商场等地方 使用不安全的公共WiFi 来进行网购 还有就是 即时您要更新您电脑 和手机上的安全软件 您要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 电子设备 包括孩子啊 老人 还有一些技术不娴熟的用户 同时您应该确保 您电脑的防毒软件 具有抵挡恶意软件的功能 并且开启防火墙 您还可以为您的在线账户 使用保护力强 而且独特的密码 同时尽可能的使用 多重身份验证 来防止身份窃贼 轻易的入侵您的账户 另外呢 不要从只接受礼品卡付款 或者是要求西联 西联汇款 Moneygram 加密货币等公司转账的 在线卖家那里购买物品 诈骗分子呢 经常会要求使用这些付款方式 以便可以快速的获利 而如果您以这种方式付款的话呢 几乎无法进行追踪和撤销 在这里也给企业 还有在家办公的民众一些提示 诈骗者往往会通过入侵您的电脑系统 来访问您的数据 即便您将数据已经进行了安全的存储 但是如果没有保护力强的身份验证的话 也可能让这些信息受到攻击 所以说呢 您如果在家办公的话 您应该注意 将您个人用的和商用的电脑移动设备 和电子邮件账户分开使用 不要把敏感的商业信息发送到个人的电子邮件 不要在个人电脑或者是设备上开展公司的业务 包括在线商业银行的业务 还有就是不要在商用电脑或者设备上 进行网上冲浪啊 游戏啊 或者是视频下载 还有就是 您不要在个人和企业的电脑设备之间 共享USB或者是外部的硬盘驱动器 不要把未知的硬件连接到您的系统或者网络 最后就是经常更新密码 我们建议是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 所以朋友们啊 这个这个不要把公用的 我们讲公事啊 公司不要混合在一块啊 小的呢 就是你个人的也许财务方面的一些损失啊 这个把这个公事 你的公务啊 你的商业的东西放到你的私人这里 在这边使用的话 大的话如果这个习惯不改的话 如果你在这个政府机关高官 这个高阶官员的话 这样子的习惯 不几年以前我们也发生过 结果还这个白宫方面还有很大的问题 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一直追啊 追这一个什么门什么门什么门 朋友们我们也就不谈了 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 那么在现在呢 我们说道高一尺啊 磨高一丈啊 所以这个诈骗的手法啊 到底有哪一些骗局是比较常见的 就算是磨高一丈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资讯 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 让大家能够注意呢 在这一方面 英柳有没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这个案例 或者一些建议 有的主持人 首先呢 就是假借国税局的名义 来窃取您个人和财务信息的短信诈骗 这个诈骗活动呢 就是以手机用户为目标 诈骗信息通常看起来 好像是来自国税局 它可能以虚假的新冠疫情减免啊 税收抵免 或者是帮助您建立国税局 在线账户为诱饵 那么如果您收到这类短信 您可以把它发送到 phishing at rs.gov来举报 phishring at rs.gov 这个邮箱来举报 那么具体来说 如何防范这类骗局呢 首先告诉您 国税局是不会通过电子邮件 短信或者是社交媒体 来跟您联络的 来索要您的个人或者财务信息 国税局跟您第一次联络 通常就是寄发信件 而不是通过打电话 最重要的 如果您收到类似这样的电子邮件短信 要求您剪辑某个链接 打开某个附件 您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恶意的软件 下载到您的电子设备上 来窃取您的信息 再来呢 就是国税局在电话留言中 不会使用预先录制好的录音 不会使用威胁性的语气 比如说您收到一封 自称来自国税局某人的电话 威胁您可能会吃官司啊 被捕坐牢 驱逐出境 吊销驾照 那些都是假的 您应该立刻挂断电话 同时国税局 也不会要求您通过 礼品卡 预付卡 电汇 或者是加密货币等 任何特定的方式来进行付款 如果您真的有签税的话呢 您可以自主来选择付款方式 另外 我们也发现 税务诈骗呢 不仅仅是针对一般民众的 也会特别针对税务专业人士 因为他们的电脑里 可能存有大量 纳税人的个人和财务信息 比如说很常见的 新客户的骗局 骗子可能给某个会计师 发邮件说 希望您有接受新的客户 我刚刚从加州搬来德州 我有一个紧急的税务问题 希望您能帮助我 这个电子邮件里呢 可能会有附件 这个附件的名字 可能是国税局通知 或者是我的税表 这样来命名这个附件 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提醒这些 税务专业人士 您要保持警惕 尽量避免在没有确认 邮件发电人身份的情况下呢 就打开这个附件 或者是按下链接 另外一个骗局 另外一个骗局呢 是针对失业补助金的 今年很多民众遭遇了 失业的困境 从自己所在的州呢 领取了失业补助金 那么骗子往往就会利用 盗取的民众的个人信息 来诈领失业补助金 根据法律 失业补助金是需要课税的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留意 如果您有收到一个1099G表格 但是您没有领取过失业补助金 那么很有可能骗子 已经利用您的身份信息盗领了 针对这种情况式的 对的 您一定要留意这个1099G表格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您应该联系您所在州的劳动力机构 来获取一份更正的表格 如果您没有办法从州政府 及时获得更正的表格呢 那么您报税的时候 您应该按照实际您收到的 失业补助金和其他收入来报税 并且保留关于试图 您从州机构 收到更正表格的文件记录 还有为了帮助大家 避免类似的身份盗窃呢 国税局给纳税人提供了 身份保护个人识别号码 这个选项 IPPIN IPPIN 这个号码是一组 只有纳税人和国税局 知道的六位数密码 能够帮助国税局来验证您的身份 防止其他人利用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来报税 另外很多民众会使用税务软件来报税 这种软件通常需要您建立一个账户名和密码 同时呢 很多报税软件会提供一个多重要素验证的选项 通过给您的手机发送一个安全码验证 来帮助您保护自己的账户 这个也是我们推荐您使用的 最后呢 很多民众在报税的时候会聘请专业人士来帮助自己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警惕那些不在他们填写的税表上签名的报税员 拿那个电子报税来说 这类的报税员呢 在帮您填写完税表之后 会拒绝以收费的报税员身份进行电子签名 在法律上任何收费填写或者是帮助填写税表的人呢 都必须拥有一组有效的报税员税务识别号码P10 PTIN必须签名 并且在税表上填写他们的号码 否则的话呢 这就是给您的一个简讯 我们还发现很多不道德的报税员 会通过承诺大额的退税 或者是根据退税额的多少来跟您收取费用 另外一些不道德的报税员的行为 还包括比如说要求现金付款 不提供收据 捏造客户的收入来获得税收级免 或者是申领虚假的扣除额来增加退税 把退税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 而不是您作为纳税人的银行账户 那么最后要提醒您 您明智的选择为您报税的税务专业人士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即便这个税表是别人帮您填写的 您本人对税表的内容负有法律责任 因此呼吁大家谨慎的选择一名信誉良好的报税员 好 所以在这里一流提供大家这么多非常有效的 非常重要的讯息 我本来还想要是收到这个 那直接打电话到CIA去或者到FBI去 找一找FBI的电话 看要不要直接告诉他们 现在一流告诉你大伙 应该怎么样子来处理 来注意这些诈骗 这一些这个宵小 这个我们在商店里面消费 他们在我们身上消费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呢 再次要提醒大家 在年底的时候 所有应该要处理好的 准备好的注意的各自财务方面 还有你的这个私人的讯息方面 这一些认证的文件方面的重要讯息 在今天呢 我们再一次的和来自IRS王一柳 带给大家 那么对于在报税方面 即将今年要画下据点了 明年展开报税要注意的事情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王一柳也细细的分析 朋友们在播出之后 您如果还要再收听 请直接到我们的官网和YouTube上面 你都可以再度点击 再度收听 也谢谢一柳参加今天节目 也在此祝一柳有一个快乐的假日 愉快的新年 谢谢一柳 谢谢 谢谢主持人 祝大家节日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 我们明年继续努力 好吗 好的 谢谢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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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